A股利好再次出现 鸭妈联系也释放重要利好 9月金融信贷扩张提速影响有多大 又会对股市存在何种深远意义 为什么9月金融数据好转 但A股却再次回踩3000点 不涨反跌 下面这段视频 咱们就全面分享目前的宏观经济走向 和股市的预期走向 还是那句话 这个位置你需要把事情看到股子里 方显长颜远刚的重要性 乃至近期A股怎么走 耐心看完这段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今天是2022年10月12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三 股市复盘的走势预判内容 首先在分析近期A股走之前 咱们要说一件大利好 昨天晚间 人民银行发布最新的金融和社会融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 我国新增信贷涉融规模可观 9月份新增信贷涉融规模超预期上升 而且9月新增贷款 2.47万亿 同比多增长了8108亿 9月涉融增量为3.53万亿 比上年同期多了6245亿元 包括咱们9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了262.66万亿元 同比增长12.1% 比上年同期高了3.8个百分点 意味着M2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了 一定要注意 这条消息 其实我不用给大家逻辑性的分析 告诉你们最简单的道理叫什么 现在咱们是有很多钱流入这个市场的 而且说咱们目前这种力度也是很大的 以及保持了6月的连续两位数增速 这代表说咱们的9月份的金融数据 是一个明显好转的数据 那么有人会问了 既然9月份金融数据是一个利好 为什么股市不涨反跌呢 乃是说这条消息 对于后期咱们的宏观经济起到了何种作用呢 咱马上分析一下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长按点赞按键三秒钟给前列赛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评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 咱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一定要切记 这条消息证明咱们是有钱的 也间接代表了咱们目前的高层 对于整个市场的呵护性 按照往期的意思来说 M2广义货币的增速 基本代表说咱们目前这个市场是平稳运行 甚至经济好转的提速模式 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定要注意 它要体现到一个长远眼光 而不是单纯的一天或者一个月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经济 稳着陆再雄起已经开始发挥到作用了 包括近期多项的政策实施 也能让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范围内 不断的形成再雄起的过程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中长线眼光 而并不是说你去看待一天 而且包括一点 我相信大家也是很费解的 既然9月份咱们的经济乃至金融 已经是一个小提速的过程了 但是股市为什么形成下跌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定要注意 在这条消息我说出之后 你得明白一个道理 咱们的经济乃至金融方针政策 目前是一个好转现象 那么按照理论来说 这代表咱们的国内问题是不存在的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 是外围的影响 包括俄乌问题 以及现在美联储加息 不断的在侵扰着整个全球金融市场 甚至说昨天晚上英国央行 再次拒绝了延长救市政策 这些问题导致全球市场 现在的股市确实是存在成压的 所以你要明白 9月份它的下跌 甚至回踩3000点 它其最大的原因还是在外围 而不是咱们国内 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也就知道现在咱们目前是干什么呀 第一外边是有水的 第二什么呀 第二是现在只需要等待一个时间窗口 把一些资金放进来 扩大成交量 A股自然而然就会再次上拉 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是什么呀 是咱们得安心等待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目前可以看到 全球市场今天还是一个 以下跌为主基调的模式 包括一定要注意啊 欧美市场也是下跌的 亚太市场还是跌的 再看港股都已经跌到了2%了 这种模式势必对整个A股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归根结底来说 我再次提醒 刚才那个数据已经证明了 目前咱们是经济乃至金融的一个信贷好转问题 所以就能看出目前咱们得找到根 这个根如果慢慢解决 甚至说就能结局得到释放的话 咱们本身的一个经济利好态度 以及金融利好态度啊 肯定是要上移的 包括说啊 一定要注意啊 10月份还会有很多的政策利好实施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还要开一个会议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宏观面的经济基础 乃至说股市的后期走向 基本已经明排 就是一个稳着陆再凶起的过程 而且实话说啊 现在A股市场跌破三千点这种模式 乃至点位啊 和现在经济稳着陆再凶起的过程 已经形成一种宏观性的潜在上移模式了 所以这种中长线的眼光 你必须要看清楚 而且呢 一定要注意啊 今天上证创指 又一次形成了一个回踩 这个不涨反跌 也预示说 目前依然是在外围影响之下 咱们A股市场没有成交量 如果说没有成交量的话 现在只能说 等待A股市场和外围影响 慢慢消化的过程 一定要注意啊 刚才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起码你得明白 咱们那些货币增速啊 是代表市场有水的 只是现在还没有到达 把那个位置进入而已 所以不要担心咱们没有钱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往下刷啊 而且啊 一定要注意现在A股市场啊 这个位置也基本处于马上接近底部的区域 大家都知道啊 这种模式也代表说A股市场其实它早就应该形成见底了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外围的影响在不断的干涉 所以这个见底过程需要慢慢熬出来 可是在我昨天晚上已经告诉大家了啊 本周大概率就会见底 这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 毕竟来说咱们2022年最难的时刻是什么呀 是4月末附近 那么你们自己看一看 这种情况下啊 都已经再次形成一个很大的反拉了 对不对 其实这种位置也代表说A股市场啊 是被错误下跌的 何为错误下跌啊 因为你看到咱们国内的经济水平 以及数据以及金融数据就能看出啊 咱们目前A股还是在跟随外围形成一个反压的过程 这个过程势必会结束 只要结束的话 那么A股市场它是亏欠一个指数上移模式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个位置我也希望大家注意啊 A股市场已经不要用技术面去分析了 为什么呀 没有用了 因为现在消息面在承载着技术面 以及所有的逻辑面 它只要说外围影响慢慢修复 那么咱们A股市场也会形成再次的上移 但是这个过程 希望大家啊 我再次三番五次的告知大家啊 需要耐心一下 而且关于汇率的问题啊 咱们的央行再次告知大家啊 坚决抑制汇率大起大落 所以其实目前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注意咱们要相信高层的态度 慢慢的还会形成再次一个平稳运行 只不过现在呀 外围的影响会稍微有一些蔓延 这种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宏观性基础所形成的短期波动 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如果说这一波下跌属于一个很大的金融性释放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现在也是一个底部区域了 随着经济的好转以及金融市场好转啊 A股市场在这个位置也会塑造自己的底部长远眼光 也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用一些小技术面去分析当前市场的短期波动 因为一定要切记啊 其实有很多技术派 我说一句实话啊 并不是说这个人分析的多么的强 如果说你是看多的拉升了 也并不是这个人多么的厉害 是因为政策扶持帮助了你 如果说你是个看空的 然后下跌了 也是因为消息面承压导致的回彩 所以当你看清这个位置 再去想想现在宏观面以及后期的走向 就能知道啊 A股市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强大的底部区域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位置好好的安心等待咱们的绝地反击啊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都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时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注意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